抑鬱症 抑鬱症是一種常見的精神健康問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7年的資料顯示 全球有超過3億人受到抑鬱症的困擾 抑鬱症是一種疾病 而不是因為性格上的軟弱 如果你持續至少兩個星期覺得悲傷 對一向喜歡的活動沒有興趣 喪失從事日常活動的能力 你就要留意自己還有沒有其他抑鬱症的病徵 例如喪失精力、胃口改變、失眠或者嗜碎 集中力下降和猶疑不決 其他病徵還有焦慮、助納不安 更會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內疚和絕望 嚴重的還會有自殘或者自殺的念頭 在香港,抑鬱症是一個常見的健康問題 有3%的成年人患有抑鬱症 女性患者比男性多 而年紀越大,患抑鬱症的機會就越高 但是多過一半的患者不會尋求專業的協助 其實抑鬱症是可以治療的 方法有心理輔導和藥物治療 還有S.M.E.即是與人分享、sharing、正面思維、mind 和享受生活、enjoyment 這3個提升心理健康的元素 都是可以幫助抑鬱症的患者 如果你懷疑自己患上抑鬱症 你可以跟信賴的人講出自己的感受 跟家人、朋友多點聯繫 要嘗試調整自我期望 因為你可能做不回平時做到的事 去找專業的協助 相信自己的情況是會改善的 縱然不喜歡 但要記住繼續做些你一向喜歡的事 要堅持定時的進食和睡眠習慣 還有行常做運動 最重要不要喝酒或者藍藥 如果你和抑鬱症患者一起生活的話 你聆聽對方之餘 還要不要批判他、給予他支持 在日常生活上協助他 例如協助他堅持定時進食和睡覺 鼓勵他尋求專業的協助 陪他附診 和協助他按照處方食藥 在鼓勵患者行常做運動 和參與社交活動的同事 你都要記住好好照顧自己 放鬆心情 和做自己喜歡的事 如果有自殺念頭 應該立刻找人幫忙 身邊的人不要被患者獨處 要收埋屋內的藥物和利器 還要盡快尋求專業的協助 請謹記 抑鬱症是可以治療的 一定要尋求協助 照顧者、家人和朋友 可以幫助患者康復 但支持抑鬱症患者的同事 都要好好照顧自己 被創造成功 也許可患者康復 不可患者康復